我是杜巴菊住宅企劃科股長林昌明 不好意思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由容積率200億調成400億之後 我們初步大概概算一下 新增的容積率我們可以提供1500戶左右的供應住宅 那這1500戶裡面主要6成 大概900戶是一房型 主要是供一人或兩人 比如說單身的青年或者是新婚夫婦 那三成是兩房型的房間 那只有一成是三房型的 如果以平均的戶量一戶是兩個人來算的話 1500戶預計可以大概新增3000個人 等於一個禮啦 多一個禮的人 大概是3000個人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依照住宅法規定的話 低收入也是10%要提供給特殊身份組群 有可能會有低收入 最少要提10%的戶數 也就是還155戶會有這種特殊身份情形裡面的 這個部分 因為涉及民宅政策是否延續的問題 這個府內這個部分如何收費 因為我們後面還是會有一些討論要決定 座子談判 主持人還有我們杜發局的還有區公所在座各位好 剛才問到的是公民住宅的部分 那剛才有特別提到 依照法的規定 它是要有10分之1 10分之1的要給特地組織 低收入戶老人特殊境遇的 還有一些譬如說是 他們是家裡比較特殊狀況的來居住 那這個部分呢 跟我們社會局比較有關的就是 我們要再研定一個我們的這個 租金補貼的措施 就好像我們的這個安康平宅 安康平宅現在蓋出去之後 原來住在安康平宅的人呢 他們將來會住到 供應住宅住宅裡面 分配回來的住戶裡頭 所以我們現在市政府正在研定 這個租屋的這個補貼的方式 這個是要涉及到台北市所有低收入戶 或者是身心障礙 還是有一些特殊族群的 居住的權益的保障 這部分目前正在年底規劃當中 所以他們是會去繳錢的 就是說我今天是低收入戶 住到這個供應住宅住宅之後 我們會繳錢 但是我們政府因為他是低收入戶 他講這個錢會有困難 我們會另外給他做租金的補貼 這是我們社會救助的一環 以上說明 謝謝